第五道题 我们通常看到晴朗的天空呈现未蓝色 是由于大气中的哪种物理作用 A折射 B散射 两位选手请强谈 B散射 B散射 晴朗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我们一般教科书里会把它归结为锐利散射 锐利散射是说散射界面和光波长的四次方成正比 所以说不同波长会被散射到不同的方向上去 在有些方向上一会儿蓝光就特别多 让你看的就是青岛的中午天空是蓝的 霍少同学率先回答了正确的答案 后来者居上 接下来是为二位准备的第六道题了 圆周率小数点后第十位 是什么 A 4 B 5 C 6 D 7 二位选手请强谈 3.14 15926 3.14 15926 圆周率就是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 这是一个无理数 它不重复 但其实里面还是有规律的 B 5 B 5 回答正确 恭喜获少已经进入到赛点了 如果他再得一分 我们的终极对决就结束了 谢好别灰心别气馁好不好 3.14 15926 5358 1933 384626 433 提一都会 但是跑不过 请听题 在我们腌制腊八蒜的时候 浸泡在醋中的大蒜初期会生成蓝色素 和哪种色素 A 绿色素 B 黄色素 请抢打 必有黄色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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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格格率先抢到了麦克风 给出了答案 我们的霍少打的答案是 B 黄色素 黄色素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就是B 黄色素 最后获胜的就是我们的霍少 恭喜霍少 来 两位请随我来到这边 我们的终极对决也已经结束了 虽然没有获得最终的胜利 但是今天的小谢豪 整场都是可圈可点 希望未来我们的舞台 还能再次有机会看到小谢豪 赶快去休息一下 谢谢二位了 谢谢 那接下来呢 代表我们的栏目组 将这颗无限之星颁发给你 这是你应得的 谢谢大家